我們的血液循環包含了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體循環 一個叫做肺循環 你需要你的目的就是要供應全身 全身是什麼地方呢?從頭到腳就叫全身 全身的組織都需要氧氣並且需要養分 所以你的血液就會把這些東西帶給他們 並且血液也會幫助他們把什麼 二氧化碳跟什麼呢?跟肺物帶走 那另外一部分呢? 那這二氧化碳要送去哪裡把它處理掉呢? 就要送到你的肺 因為我們肺可以把二氧化碳排掉 所以另外一個循環叫做肺循環 肺循環就是要排除二氧化碳 並且重新獲得氧氣 那這兩套循環很顯然它是不一樣的目的 跟不一樣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這跟什麼有關係呢? 這跟我們心臟有關係 我們心臟分成左邊跟什麼? 右邊 那其實就是這樣 左心就是負責體循環 右心負責什麼? 背循環 所以左心的肌肉通常比較大一點 比較肥、比較壯 因為它要給全身 它要送到全身去 那右心就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它是需要去哪裡? 去背對不對? 就在前面而已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體循環就是由 它基本上是由右心 它是由左心所負責的 左心 對 所以呢 因為左心的血 大家都什麼血呢? 都是 充氧血 因為它要把氧氣給全身嘛 所以它是充氧血 那另外呢 背循環會要排出二氧化碳 所以它是從哪個心出發呢? 它是從 右心出發 那它裡面裝的血 大家都什麼血呢? 都是雀氧血 裡面都是雀氧血 好 所以這是關於體循環肺循環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 它的比較詳細的內容 好 我們先來介紹心臟 我們有學過了 心臟有四個房間 我用一個方格來表示 好 那我們先寫上去 這邊叫做 你的右手寫的是左心 對不對? 所以這是左性法 下面是左心式 那另外一邊叫什麼呢? 右心法 跟右心式 好 那我用紅色代表氧氣比較多的血 簡稱為 充氧血 那我用藍色代表 二氧化比較多的血 簡稱為什麼? 缺氧血 好 那我們先從體循環開始介紹 體循環的目的是要送給什麼? 把這些血送給 全身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知道心臟怎麼收縮 是從 血液會從心房 流到什麼呢? 心室對不對? 而且這邊還有伴摩 對不對? 好 那心室在收縮就會收縮去哪裡呢? 離開心臟的血管叫什麼呢? 叫做 動脈 對不對? 動脈叫做離開心臟的血管 好 所以 我先從左心 那左心是要去全身的體循環 對不對? 那全身最大的動脈叫什麼呢? 主動脈 叫主動脈 對 所以叫主動脈 好 所以主動脈裡面裝滿了沖陽血 好 那這時候它的目的力就是要去哪裡呢? 去全身的組織 對不對? 所以它會流 變成小動脈 小動脈 我是省略的 就流流流 流到那裡去呢? 流到全身的 組織的 我們知道小動脈在分支 就變什麼呢? 組織圍血管 所以進入到圍血管的部分 這邊叫做組織圍血管 那我們昨天有說到圍血管的功能是負責什麼? 功能是負責物質交換的地方 那在這個圍血管旁邊有很多的組織細胞 組織細胞 這些簡稱為組織 就包括你的腦啊 手腳啊 或是你的肝啊 腎啊 這些叫做組織 好 那麼呢 這時候呢 你的血液裡面是沖氧血 對不對? 同學這邊可以先聽 先不用急著操 我等一下給你時間 你要把它先聽懂 所以先不要寫 我先聽 我們說動脈的血 這是沖氧血 流到組織圍血管 組織圍血管的目的 要把氧氣送給組織 對不對? 所以氧氣就會擴散出去 就是箭頭 這邊是氧氣 氧氣就送給組織 那另外組織會排放出什麼? 二氧化碳 對不對? 就像你的肌肉也會排放二氧化碳 所以這時候呢 二氧化碳就會進到哪裡去呢? 進到微血管裡面去 我寫CO2代表二氧化碳 好 那這時候呢 本來是沖氧血就變什麼血? 缺氧血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時候 因為交換了 氧氣已經給他了 二氧化碳幫他帶走 所以血液就變成怎麼血? 缺氧血 對不對? 那缺氧血呢 就走哪條路呢? 走 因為要回到西藏要走什麼邁? 靜邁 對不對? 那全身最大靜邁就是 大靜邁 那缺氧血要去左心還是右心呢? 右心 因為已經用過的血 已經變成二氧化碳型 所以呢 就送到右心去 所以這時候是走叫做大靜邁 那大靜邁有分 有分上大靜邁跟下大的靜邁 就負責上半身跟下半身的靜邁 好 就回到什麼? 右心法 那這個過程就叫什麼循環呢? 叫做體循環 這就是體循環 這就是體循環 所以我們發現體循環的過程是 沖氧血會變什麼血? 缺氧血 那組織就可以獲得氧氣對不對? 而且排放出二氧化碳 好 那問題是這些二氧化碳的血要怎麼丟掉呢? 要送去哪裡排掉呢? 就要進頸的背來方向處理對不對? 所以要進到第二個循環 所以第一個循環就是體循環 那第二個循環也是一樣 就是走右心法會收縮 會到右心室 那右心室收縮去哪裡呢? 也是一樣 要離開心臟就是動脈對不對? 那這時候的目的地是去哪裡? 肺 所以那條動脈叫做肺動脈 好 所以肺動脈是什麼血呢? 是缺氧血 好 肺動脈呢 它會 它收縮之後就把血怎麼樣? 送到來去 送到肺臟 那在哪裡進行物質交換呢? 好 一樣的 在背部也有微血管 叫做背部微血管 好 好 那肺部微血管呢 它的功能是 它可以做氣體的交換 好 那在肺部呢 如果你放大來看 肺部裡面是很像泡泡的 好像那個 買東西不是會有泡泡籽嗎? 好 其實我們的肺裡面就充滿了很多小泡泡 這些小泡泡的簡稱為叫做肺泡 好 所以在你的肺部裡面會有這些小泡泡 好 我們把它叫做肺泡 那肺泡呢 剛好跟組織完全相反 肺泡的空氣是從外面進來對不對? 我們氧氣 你這樣吸的時候 氧氣就進到你的肺對不對? 所以呢 這時候氧氣反而是肺泡比較多 那我們知道 精油所謂的擴散作用 氧氣會從哪裡擴散到哪裡? 會從肺泡擴散到什麼呢? 尾血管 因為氧氣是肺泡的效果 外面空氣比較很新鮮 那相反這時候你的血液裡面 很多二氧化氧會怎麼樣? 會擴散到哪裡? 會擴散到肺泡 所以二氧化氧就擴散到肺泡 那這時候血又變什麼呢? 二氧化氧就排掉 氧氣又進來又變成什麼血? 又變成沖氧血 所以會從肺回到心臟的血管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 肺 我們知道它回到心臟已經叫什麼脈? 靜脈對不對? 那從肺回到心臟就叫做 肺靜脈 好 肺靜脈 所以從肺靜脈回到心臟 又回到左心臟 所以就完成了 這叫什麼循環呢? 這就是肺循環 所以就是整個血域循環的目的 第一個是組織的循環 就是體循環 第二個是肺的循環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像八字型的樣子 就是一個無限大的循環的符號 無限大的 所以它就是兩個循環在同時運行 OK 所以這就是關於血域循環的部分 先幫我切一下